好,玩具TV回來了 玩具TV第十七季第四集 剛才一壓汗一壓汗的原因 不是甚麼特別的東西,是變形 所以我們很輕鬆地玩一些不需要變形 還不能動手動腳,只是人動手動的玩具 這是甚麼品牌? 不用說,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BIGBOY TOYS本身的街霸系列已經是非常成功 自從上次出草剔之後 我相信不可能不會出草剔 等了很久,終於有它的死對頭八神 沒錯,鋁白白色白酒杯 厲害,雖然這招是閉招 我相信如果有拳王的粉絲 你見到這個八神酒杯,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 就著這招,傳說中的禁招鋁白白色 到底使出來的命中率有多高呢? 又或者你使出來之後,被人會連擊扣多少血呢? 這招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是想侮辱對手才會出 你覺得完全是賺粗性券,我就會用呂白白色 我剛才也看過資料,原來能夠逼中 就是你蹲下重腳,攀下人的時候就可以逼中 但你扣掉那麼多,是逼中的,但你沒有攻擊力 最重要是用對電腦很高 初學者來時,用白酒杯後再用這個混合 這八字類真的很開心 對電腦的命中率是很高的 對電腦很高的 好,看看產品了 不過我回來想說一個盒子 醒來好了嗎? 好,看看 本身你會見到八神鋪也是用了一個很貼紙的感覺 即是反光的處理方法 如果大家想留意QC問題,沒有問題 照樣打開,裏面就會是IORI的主體 你可以看看QC可不可以 旁邊亦有八神的基本資料 不過我相信大家都背了 我最記得八神是最討厭暴力的 看看這裏有沒有寫 竟然 嘩,很厚 風底,同樣地看到八神也是用了一個貼紙式的剪 有背景和其他東西 這些就硬正了 但如果實際用途來說 大蛇替對這個白酒杯基本上應該是輸的 看看他的攻擊距離 我很少在街機9、8看到別人用這兩招超必去對決 應該這樣說,真的話雙打 我沒有見過人真的會用八神鋪 除非你已經接近勝利 對,接近勝利 沒有對手,為了拖時間 對,沒錯 好,見回主體 其實大家有玩開Big Boy Toys 系列的話 都覺得熟口熟眠 一定會跟進一張很漂亮的背景 另外,有一個發聲的地台 最棒的就是這個地台和背景 東西全都興建的 完全是當年的風格 沒錯,真的特地 點進圖的背景 還有這個非常刺手的火焰 你摸一下,哇塞刺到瘋了 你不刺就不漂亮 還有這個非常喜歡的八神鋪 看到這種Q版的模式 其實有點像我們當年買幻變卡的年代 那種風格 另外也說一說,今次的造型師有兩位 一個是橙皮 另外一個是Tazuki Mandel 神 當然不用多說 這個美術設劇一定是阿寬 我又不差再跟他買多次廣告 瑞修勇者,接下來也有一個比賽 就是瑞修勇者的模型賞識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亦都多支持阿寬 當然亦都要支持BIGBOY TOYS 好了,說了好多了 那是時候讓八神鋪說一句話 關燈吧,麻煩你 再一次,關燈吧 好多了 按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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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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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寬 我認為八神的顏色也很過癮 我覺得很漂亮 頭髮的漸變 你見到頭頂會光一點 慢慢慢慢就由紅轉到黑 那些衣服本身的顏色也很漂亮 穿衣服,會見到一些暗灰色的陰影是游了上去的 同樣地,他條最適合的褲子 上面會是淺色一點點 下面會是深色一點點 跟他的頭髮是一樣的 有少少喇叭 當然,本身也是用得八酒杯 基本上這些全部都是透明部件的 看看,這個擦不擦出來 其實擦出來 擦出來 我覺得這樣看就會看得精細一點 對 我挺喜歡他旁邊的氣勁 模擬出招的走勢 是挺帥的 這一邊就相信小機會看到 所以現在趁,既然都擦出來 可以看回他的細節位 眼神 那種軌調的笑容 這件事是八神來說 是最適合的 我想最難的 立體化八神 就是到底他的陰影 因為他向著一邊的時候 他遮住另一邊的眼睛 當是立體化的時候 到底他遮住哪隻眼睛 今次就可以完全這樣 看到大家的取捨在哪裏 當然,如果大家早前都有入手到這個草梯 草梯就向這邊 八神就向這邊 所以當兩個地台 拍在一起 你就可以完整地看到這一對 活寶貝縮敵的對決 如果跟之前他推出的那些產品 其實以前某部份的產品 供電是去到主體身上 如果他做到那個方向去 應該會更加正 是 Anyway 這個 我相信榴槤機店的年代 拳王特別是草梯也好 八神也好 相信會有很多粉絲 所以大家有興趣 見了街的 六塊幾七塊 我有沒有記錯 各大玩具譜均有代售 其實那句話是說這句話 安樂地死亡吧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現在才知道 慘了 我們最後第一次了 來多久 就完蛋了 安樂地死亡吧 待會兒見 拜拜